每一场戏 每一个对白 你不要放弃 买到位 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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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个好的电影是不可以放弃的 2018年已经出道25年 拍了100多部影片的古天乐 终于凭借电影《杀破狼》 《贪狼》 拿下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座影帝奖杯 颁奖典礼上 48岁的他说多谢 这一天我等了很久 以此为界 舆论逐渐适应其演技派的标签 直到今天人们似乎已经淡忘 在过去的接20年里 他更多被认为是靠脸吃饭的演员 风铃渡口出相遇 一见杨过物终生 这话不仅指郭湘的爱而不得 同时也概括了古天乐的困局 在成为演员之前 古天乐便是公认的偶像派 早些年他在路上闲逛 便时常会收到星探和演艺公司递来的名片 对于此类邀请 他极少回应 因为那时他只觉得自己平平无奇 上世纪90年代 还只是打工仔的古天乐 有了做生意的想法 拿着辛苦宰下的全部积蓄 他和朋友开了家模特经纪公司 为了节省成本 他一边做老板 一边还要做模特经纪人 当时 他时常要带着旗下一人到剧组面试工作 十几位帅哥 美女在片场站成一排 老板从头到尾看下来 最后居然挑中了蹲在墙角的经纪人古天乐 他似乎天生要做演员 最初遇到这类的乌龙事件 古天乐都会摆摆手说不要 你别搞我 后来公司越来越不景气 模特艺人一个接一个的解约 带到无人可用时 他只能亲自出马 那几年 古天乐拍摄了诸多广告和大牌艺人的MV 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刘德华的情人》 黎明的《夏日清晴》 时至今日 朋友仍能在KTV看见他 从前拍摄的MV 彼时 他们笑称古载为半长代小王子 年轻时 古天乐没想过做演员 所以 面对各方投递来的演艺橄榄枝 他从未放在心上 倒听途说来的名利场内斗 让他对演员这个职业充满了厌恶和恐惧 可仅仅几个月后 现实便逼迫着他做出改变 1993年 古天乐的模特经纪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 他不仅赔光了积蓄 还欠下了一些外债 生活左右夹击 近乎走投无路时 一通来自电视台的签约电话 打破了僵局 就在公司破产的那天 TVB刚好打来电话 就是这么巧 就像是命中注定一般的 古天乐与TVB签约 因为样貌出众 他甚至没有参加面试 便直接被送进了艺人培训班做旁听声 对比两次落榜 才进入TVB夜训班的师兄周星驰 他极为幸运 上天将演员的晚饭 直接递到了他的嘴边 可他好像并不在意 进入培训班后 古天乐锦上了两节课 便再也没有出现在课堂上 他不喜欢上课 也搞不懂艺人培训班的意义 彼时他唯一想要的 是一份有收入的工作 人生很奇妙 抢求的偏偏不来 不求的反倒拥有的易如反掌 对于古天乐来讲 杨过的到来便属于后者 1995年 TVB有一番拍经典金庸武侠剧 《神雕侠侣》 其他主演都已确定 唯独剩下男主角人选悬而未决 几个月中 选角导演翻遍了艺人资料 却始终找不到那个看起来有点坏 性格浪漫不羁 嘴巴又花的人 直到遇见了古天乐 好运再一次降临到古天乐的身上 这一年 年仅25岁的古天乐 与29岁的李若同搭档出演《神雕侠侣》 而此时距离他正式签约 TVB 还不到一年 回忆刚成名的日子 古天乐坦言什么都不懂 就跑去拍戏了 生疏感贯穿了他刚出道的岁月 而也就是在此时 他拿下了生命中的第一座奖杯 成为了TVB史上最年轻的师弟 彼时 他每日都忙得不可开交 拍广告 出唱片 参加各类晚会 他收获了很多粉丝 也拿到了一些奖项 可外界对于他的认知 始终停留在只会耍帅的玉面小声上 舆论在给予古天乐关注度的同时 也将他矿定在了杨过的躯窍里 在参加综艺节目录制时 主持人甚至会直接对他说 菩仔 你知不知道观众说你 唱歌普普通通 跳舞又好像拜神 面对调侃和一旁笑的 前仰后合的嘉宾 古天乐只能以微笑掩饰尴尬 记得在决定 最终扮演杨过的人选时 导演曾以这样一句话 形容古天乐与角色的契合度 性格有些偏激 偏偏诱生的至情至性 实际上 这句话确实揭开了 隐藏在古天乐内心的绝架 至少在自毁颜值这件事上 他开始了便没再回头 在回味香港影视剧中的经典画面 众人仍会为年轻时的古天乐惊叹 彼时的他皮肤白皙 眉眼间仍带着青涩与叛逆 他符合大众意象中 花美男的所有标准 以至于人人都道 他是香港的最后一位小生 在当时星光璀璨的TVB 这样的评价无疑是顶级的 但古天乐丝毫不享受这样的追捧 如果一定要找到 古天乐从花瓶走向影帝的起点 那他踏上美黑之路的时刻 大概是改变的开端 2000年前后 他在剧组拍摄寻情记 日光灼热 其他艺人都忙着遮阳 唯独他主动跑到阳光下曝晒 如此循环罔腹 他的皮肤逐渐变得有黑 很多人不解 问及理由 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每天卸妆太麻烦 晒黑之后就不用化妆了 以此为开端 古天乐完成了一次笨拙的转型 他以最直接的方式宣布 自己正在与小生的标签决裂 他从不想做古装第一美男 寻情记之后 古天乐离开了TVB 转战电影领域 为了打破外界对他外貌 及过往角色的固有印象 他放弃了给予他万千星光的古装剧 开始尝试扮演一些极为复杂的人物 在电影片场 自认不是天赋型演员的他 成了剧组里的老模 张家辉说 他是唯一一个除非病到爬不起床 不然绝对不会请假的人 刘青云说 无论刮风下雨 他都会暗示出现在剧组等待开工 从无厘头喜剧到动作警匪片 从黑帮大佬到社会底层人员 古天乐几乎将每一类角色都尝试了一遍 并始终乐在其中 眼影君子 他跑去戒毒所体验生活 电影上映后 观众惊讶于他的演技 竟然猜测一切都是他的真实经历 演货车司机 他瞒着公司独自跑到深圳 跟着当地司机跑长途 运货物 忙活了小半个月 同行的师傅都不晓得他是演员 为了塑造角色 他在短短几个月里 先是暴涨30斤 后又生生减掉18斤 事后就连他自己都说 我没死都算运气好了 离开了所谓出道及巅峰的光环 古天乐并没有打算再去杨过的辉煌 他丝毫不留恋 旧时光给予他的荣光与名利 即使前方的路并不平坦 在古天乐还未拿到影帝奖杯时 他曾一度被媒体称为难骗之王 那时候 他一年拍摄五到七部电影 数量众多 质量却参差不齐 在频繁遭遇口碑滑铁炉的那几年 就连他的好朋友杜琪峰 都因恨铁不承当 对他大声叫骂 可古天乐只说 我要拍 因为很多人需要我 有很长一段时间 古天乐口中的很多人是个谜 直到2014年 而东升拿出古天乐捐建学校的统计表 谜底才被知晓 汶川地震后 古天乐宣布成立慈善基金会 次年 他捐款100万帮助四川地区灾后重建工作 截至2020年 仅在援助修建希望小学项目上 古天乐慈善基金会便已筹集 捐赠超过3900万元 慈善事迹曝光后 古天乐的很多行为都有了合理性 参与直播带货 客串演出质量不尽人意的影视作品 舆论笑称他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因为又要建学校了 从不会演戏的古载到实力派影帝 从烂片之王到古校长 他以自己的方式 不断扭转着外界的印象 他逐渐成为了榜样人物 在别的城邨里 那如果一切都能吃得着 无论来 我们下期 drop下来